我们上一次练习了神话里面的第一个瑜伽体式动作 牛面式是作为这个五段的第一个动作 那么今天来聊一聊练习这个瑜伽体式动作的体会 很早以前我曾经也学习尝试来练习瑜伽 但是一直没有坚持下来 原因就是觉得瑜伽太难了 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 对好多动作实在是做不出来 然后觉得有的时候会受伤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瑜伽 你要不要想的老是去做瑜伽的那种高难度的动作 那种水平高的动作 你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平时生活中的一个体态 然后加上一点舞蹈 芭蕾这样的姿态 这个呼吸和这个要求 这样做的话呢 就完全的就轻松许多了 所以现在我越来越喜欢瑜伽了 因为这个瑜伽 你可以其实真正的不需要做得那么难 牛面式这个体式该如何做是正确的 我从网上截了一张图 放在这里 供大家看的时候参考 方便你来找对你的一个正确的姿态 那同时呢 我们重点来看一看 这个体式从我们锻炼身体的角度 是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帮助 我们自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这么回事 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帮助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做错了 可以通过这个对比的方式来纠正 那我也是从网上截了 找了这两个说明的图来做参考 那么头一个这个图呢 就是看这个背面 背面我们在做这个牛面式的时候 涉及到了锻炼了哪些肌肉 那么从背面看这个图的话 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看背上面的肌肉 涉及到这么多方面的肌肉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解剖生理上的一些个名词 所以呢你不了解不知道也没关系 但是你知道是用了什么地方的肌肉 就可以了 这是背面的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正面的都有 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我觉得背面的我的这些肌肉呢 好像还可以 就是因为没有觉得背面的肌肉 在做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困难 没有拉伸的感觉 就是我背面上的这些肌肉 没有觉得拉扯 没有觉得疼 但是前面的肌肉 确实是觉得有点不舒服了 比如说是在这个 抬着这个胳膊的时候 这个胳膊上边的 大胳膊上的这块肉 还有就是往后面勾的时候 也是大胳膊上前面的这块肉 就是这几个胸口 前面的这些肩胛部下边 这些肉 这些肌肉都觉得拉扯的特别的 不舒服 一开始的时候摸不到 两个手拉不到的时候 那就是真的拉不到 后来慢慢的拉到了以后呢 那就觉得这前面的这些 他提到的这些地方部位 就拉扯的比较疼 即使现在虽然我两个手都能摸到了 但是能够两个手拉起来了 但是我做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这个地方拉扯的特别疼 所以呢 是不是应该坚持拉直到不疼了 还是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别的动作来缓解 我就搞不清楚了 但是好在呢 就是这个通过舞蹈来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我的手刚拉起来以后 还没有觉得怎么特别难受的时候 这个音乐节奏就没有了 然后你就放下了 所以这个作为这个缓冲的话呢 把这个动作体式放在舞蹈里面练特别好 那你这个舞蹈呢 你可以一遍一遍地做 因为它经常要换动作 所以你不会觉得很辛苦 这就是把舞蹈和瑜伽体式揉在一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 在模仿和练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 腿啊 手臂啊 身体啊 怎么摆放的 其实挺容易的 你看它的这个示范动作 做就可以了 但是好多内在的东西你是看不见的 但是这些内在的东西其实又非常重要 那这里呢 我就是分享一个我的体会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嗯 坐着的时候一定要把后背 尤其是下半部分的后腰 把它立起来 然后你就觉得后面有一个棍子 撑在你的腰窝里边 把它立 我们所说的就是立腰 拔背 然后把肩胛骨往下使劲的拉 肩膀往下使劲的拉 然后肚子呢 坐直了肚子以后 把小腹收回去 就是把气往回收 这是一个做芭蕾训练时候的一个要求 这个如果要是你不注意的话呢 嗯 别人看你会看得出来 你这个立腰拔背 收腹的动作做没做 但是对你自己来讲呢 你是不注意的话 是你体会不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你 即使做了这立腰拔背 收腹的动作以后 你会经常 因为它非常累嘛 你会经常的忘了 然后就松下来了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是在一开始 做这个体式的时候 准备好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先想到这个问题 立腰拔背收腹 然后它刚好 它音乐也没有那么长嘛 所以它两个动作以后 它就又过去了 这时候你还没等你累呢 你就松下来了 所以也没关系 所以这个立腰拔背收腹呢 是特别有益于我们挺直了背 来训练我们的这个姿态的 尤其是当年龄大了以后 都会不自觉的就是驼背啊 然后弓这个腰啊 然后最后就是含胸啊 老了就罗锅了 对吧 就有的就太厉害了 就根本就抬不起头来了 只能走路的时候 只能看着地 前面都看不见了 这时候是最悲惨的时候了 是吧 所以为了避免我们这个 把老成这个样子 肩膀扣进去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使劲的 往下沉肩开肩 那这个叫什么 牛面式的这个体式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肩膀 看它前面那个肩胛骨 下面这些个肌肉拉开 非常非常有好处 我个人来讲 我特别喜欢这个动作 只是我的感觉 我的右肩没有左肩开得好 所以要两边要同时练 经常练 尤其是练你弱的那一边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两个手臂经常会不一样 尤其是在这个牛面式的时候 这个你左手能拉到 右手上去就拉不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我的体会 我是左手在上面 右手在下面的时候 会拉得比 右手在上面的时候要费劲 这个呢 要对照这个 它这个解剖图的话呢 我现在就容易理解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右手 我们大部分人习惯是 右手来做事情的 对不对 所以你的右肩右胳膊 通常是都是要往前用的多 那么往后呢 就用的少 所以你这个肌肉 往前的这样的 适应这样的情况的 就灵活 往后的就不灵活 那左手呢 相反 它没有往后 往前的这个偏好 所以它两边 不管是往前往后 是一样的 所以当你右 左手在上面 往后拉的时候 它没有那么费劲 但是你右手呢 因为你习惯了往前 所以你当向后面拉的时候呢 它就非常的费劲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感觉出到 你就是右手在下 左手在上去 在后背上去拉的时候呢 就不容易拉到 那怎么办呢 这个没办法 那我们是右手习惯了 那只有我们在练这个体式的时候呢 你就把右手在下面 这个动作的时候 左手在上的时候 这边的体式 多拉一会儿 多练一会儿 如果你左面在上的时候 你练三遍四遍 比右面的时候 多练上一倍 这样的话慢慢慢慢的 就可以把它平衡住了 是不是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